大家好,我是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的学生,我叫杜莉娜。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我学韩语的方法。 第一个方法是学生词的方法,我用读手的方法。 每个孩子有自己写不熟,我常常部分一个孩子用不熟的意思依照一个故事。 这个故事介绍怎么写这个孩子,我有故事量线到孩子。 第二个部分也是学生词的方法,可是这不是学写法的,这是学发音的。 我把一个期末的词语放在一起,比如说写出来,然后把这些词语写成还是想到一段课文。 例如说,我们写人们发帽期末的时候,我用学的生词写一个故事,一个课文介绍我们最好朋友的外貌。 第三个,第三个,第三个是最有名的。 语言是口二直选。 可惜我不太常常说韩语 可是我中备考试的时候 我常请播客 想我请不动 可是过一过 我开始听懂总体思路 然后我听得懂他们说的话 这是我学害你的方法 我说忘了 谢谢你的注意 拜拜